4月16日,香港演员及歌手许志安被爆料出轨TVB合约女演员黄欣颖 视频显示,两人在车内亲吻又搂抱 许志安还疑似去女方家里过夜 事发后,黄欣颖立刻删除了自己的社交平台和网友回帖 晚上7时,许志安在香港举办记者会 一进场就鞠躬道歉 之后落泪回应称自己非常后悔 向同样作为香港演员及歌手的妻子郑秀文道歉 他表示做了一些不可以被原谅的事情 并深深反省自己,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 真的很想亲口、冲心 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我也要为我的家人 生日的家人 朋友 昨天认识我的家人 昨天认识我的家人 自曼已婚于怯宜 因为自己做了一件不可理補 不被原谅的事 我那晚的确喝了很多很多的酒 但是我觉得 喝着要走不是 因为绝对不是一个借口 去反对这些这么错的事 我非常之后悔 看到报道之后 我觉得自己很刁烈 很错 好讨厌 好嘔心 据了解 许志安跟郑秀文经历二十多年爱情长跑 当中离离合合 至今已结婚五年 喜剧演员黄子华 曾以香港最后一个童话来形容他们 郑秀文在三月底刚刚发文 表示婚姻得来不易 而黄秀影则是香港TVB演员马国明的女友 两人交往近四年 曾传出将会结婚 如今南方出轨传闻作识 网民纷纷在郑秀文的社交平台留言 表达心疼和支持她 同时在许志安的社交平台中留下 对你很失望 退出娱乐圈等言论 许志安在场表示 她这一刻是没有灵魂的 接下来她会努力改过自新 她也在微博上发表了道歉文章 在承担这个责任 我觉得我要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由现在开始我会暂停所有自己的工作 直到找回一个 真正的自己 也不是正确的自己 重新去检视自己 去做人 第二个部分是 在我的心灵上 我觉得自己 不知所谓 还有 因为我的错误 因为我的行为 而令到我身边所有爱我个人 承受一种 这么大的压力和痛苦 2019年1月23日 是黄兴颖30岁生日 黄兴颖的微博照片显示 许志安有到场庆祝 却不见其男友 马国民身影 据香港传媒报道 知情人爆料称是 黄兴颖主动透过 许志安工作人员认识她 两人在一家健身房运动 并秘密交往近两年 2018年 黄兴颖曾与许志安 牵手合唱过 名为《会过去》的歌曲 请不吝点赞 许志安